去抽液園, 除了買電器和玩具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寶藏可以尋到 很多寶, 雙手蜜, 亂動 我只敢自這裡 一個零, 兩個零, 三個零, 四個零 五個零, 六個零, 十七萬日圓 對於我來說, 它真的像一部多士爐 還會帶你找超便宜的蘋果產品 三萬九千八百日圓 四、七、二十八, 二千百元港幣 這部是上一代的notebook 只是六萬四千八百日圓 就是四千多元港幣 但是四千多元港幣 一部支貨真的很便宜 想不到在抽葉園也發現紋犀的發明 這是太陽輪電筒 在有太陽的時候 按住這個按鈕, 它就會亮 如果沒有太陽, 那怎麼辦呢? 紋得好 這裡有一把, 應該說有五把 又不是五合一的一把 剪刀是一次過可以剪五次的 這樣 想去抽葉園尋寶 馬上跟我來流行東京 要去抽葉園 如果你在伸宿出發 是有兩條線可以去到的 一條是我們坐開的山手線 另一條就是中間那條叫中央線 但是其實坐中央線是快很多的 因為坐山手線要坐十四個站 但是中央線坐九個站就到了 所以如果你在伸宿出發 記得坐中央線去抽葉園 由伸宿出發去抽葉園 只需要一百六十日圓車費 記住是十三號月台 看到中央總部線那條樓梯 走上去就對了 是非常搜尋一條線 到達了 坐九個站 由伸宿出發 全程十八分鐘 平均兩分鐘一個站 好了, 今天來到這個 男人的世界 但望珍之四到處 起碼95%以上都是男人 如果你是一個單身女士 又沒找到男朋友 就多點來這裡玩玩玩 龍聯網車站一出來 對面有一宗專賣膽機 這張梳化就是用來聽菜琴的 怎麼創的 很多布 雙手蜜, 亂動 我只是這樣指這裡 一塊零, 兩塊零, 三塊零, 四塊零 五塊零, 六塊零 這東西十七萬日圓 很害怕 對我來說, 它真的像一步多屎爐 這邊有些便宜點了 七萬九千八百日圓 八七五十六 五千多元, 所以我敢碰了 幾個粒零, 五塊零, 五塊零 三塊零, 一塊零, 一塊零 一塊零, 一塊零, 三塊零, 一塊零 蜂蜂要62,800日圓 真的包了整隻耳朵, 聲音進去 真的比較好聲, 我不太懂也聽得出 我為你這是咪, 原來是喇叭, 黏著的 我為人家唱卡拉OK的音樂 也想拿出來唱, 但請不要觸碰 除了這間五樓之外 旁邊這條小街走進去 也有很多這類型的高級音響 對面有一條街是專賣電子零件的 即是等於東京的鴨寮街 但是經導演的經驗所得 這裡買的是貴過鴨寮街 十倍左右 好, 走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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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把這條街都洗掉了 如果你來旅行, 想逛街逛得舒舒服 買電器, 付錢給得安安樂樂的話 就選擇星期日來 因為星期日這條街全條封了 一、二、三 由於抽葉園的人特別喜歡這種 蘿莉塔公仔的 所以連蘿莉塔的紀念曲奇餅 都可以賣, 還有很多款式 Made曲奇, 即是焗人曲奇餅 他們很想做主人 這個抽葉王不是一本漫畫書 是一個假裝漫畫書的曲奇餅 雖然抽葉原來有很多間電器寶貸 看得真點, 很多都是同一間集團 只不過有不同的分店 全都在這條街上 所以不用到處逛逛逛逛逛逛逛 其實是一樣的 喜歡組裝電腦的你 千萬不要錯過這棟黑色的大廈 因為它是專賣PC零件 它還細分到每一層 都有一個不同品牌的CTU買 如果PC不適合你口味的話 你可以走過它的對面 我身後面這棟, 看過名字都知道了 是專賣蘋果的產品 最特別是新的, 二手的都可以賣 可以怎樣賣 這隻荷蝦瀆蝦瀆蝦 是否會有主意 現在很香蝦瀆蝦瀆蝦瀆蝦 很香蝦的元素 這麼香蝦瀆蝦 有很多商店可以選擇 只能選擇 還有很多人和市場 這裡有很多不同款式的MP3機套 這些很多款式在香港也不會有 這是讓你貼在車上用的 有魔術貼在底部, 這樣 這個很好, 又很漂亮 皮的包粉紅色邊 連接耳機, 條線捲… 扣在上面 這樣就很方便和很安全了 還有和風的MP3機袋 好像穿了一件和服 這些應該參加夏祭、冬祭的 也要聽著歌 這裡還有很多最新推出的MP3機 由不理試, 由不理玩 聽歌而已, 不用做那麼多 除了最新的有得賣, 最舊的也有 這邊還有很多這個牌子的 二手MP3機賣 看看這款是第二代的 上來二樓這層主要是賣新機的 三樓是賣新機, 三樓是賣新機的 二手的機在這裡 沒錯, 這裡有很多個多士爐 這裡放一塊麵包下去 看得出來, 要是藝人 搭配著二樓 這是一個 更大 big 有幾乎基本的配料 我覺得是一個大廚 這次要加一塊 是 VALE的 你去拿貼, 你去看 你去看, 買來選吧 你去看, 買來選吧 你去看, 去看 四樓亦是中古, 不過是notebook 這部是上一代的notebook 只是64800日圓, 即是四千多港幣 但留心, 鍵盤是不同了 鍵盤跟我們香港用的不同了 但是四千多港幣 一幅之科真的很便宜 這幅很舊的, 不知道第幾代 只需要17800日圓 即是一千頭港幣, 買到一幅notebook 五樓是音樂人的天堂 因為有很多很專業的牌子 音響零件、器材, 都是這個 這裡全都是做音樂的人 專用的軟件在我兩邊 還有硬件 這個究竟是做甚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在做甚麼 好, 讓我演奏一首名曲給大家聽 好, 多謝紙膠 謝謝 在中央湯的後面那條街 就是我現在站的這條街 就是秋葉原的鴨寮街 這裡有很多很中古、很二手的 戶口賣, 大家看看這一步 價錢是525日圓, 三十多港幣 行不行 很舊款的手機, 是很厚的 不知道能否用 但是三十多港幣 我想買回去做道具也不錯 我想到另一個用途 就是當你工作得很辛苦 或者讓老闆無緣無故生病的時候 就用來丟掉, 用來買回去出氣 我不生氣了, 丟掉它 除了這些不知道能否用的電腦之外 這裡還有一些真的能用的 上面還寫明有什麼問題 5980日圓 六、七、四百多元 四百港幣 四百多元, 弄掉它吧 這裡有一把, 應該說有五把 又不是五合一的一把 剪刀是一次過可以剪五次的 如果你是剪紫菜、剪蔥、剪紫等等 就可以用五倍速度剪你想要剪的東西 這樣 好, 真是一把, 真是一把 好, 真是一把 好, 真是一把 好, 真是一把 價錢是九百八十日圓 即是六十多元港幣一把 不是, 五把 好, 真是一把, 真是一把 這裡有一個很特別的盆盆 這個盆盆是怎麼用的呢 是讓你用一秒時間之內 就鑽在軚盆上面 駕車人士專用 做什麼呢 可以在你的軚盆上面 吃你的快餐 或者吃你的便當 上網和計算 只要一秒時間就可以設定這個盆盆上去 做你想做的事 當然不是一路駕車一路做 價錢是二千零七十九日圓 即是一百三十元港幣左右 其實要不需要這麼趕呢 一路駕車要做這麼多事嗎 在這裡連銷市場一樣是很不仁 還有很多攤檔和蠟燭的東西 你看看, 這個是用電燒的墨魚圓 九百九十九日圓 即是六十多元, 可以買回去自己玩 還有這一刻是煮鵝釘的 即是關東煮自己保溫的 一千九百九十九日圓 一千日圓即是八三元港幣 一百三十元港幣 買回去打火鍋行不行呢 又讓我找到紋色的發明 這個是太陽能電筒 在有太陽的時候 按住這個按鈕, 它就會亮 如果沒有太陽, 怎樣呢 聞得好, 只要你拿另一個電筒照著它 就會亮, 是不是 價錢是八百日圓 即是五十多元港幣 還有這個簡易的手提酒精測量器 按住這個按鈕 然後好像吹波波一樣 喝完酒, 晚上玩完之後 這樣就會知道你身體裡的酒精成分 是多少 如果是綠色燈, 就是準備好 可以開車了 這個是0.2% 黃燈, 紅燈是0.5% 如果你喝醉之後又要開車 要檢查一下自己安不安全 就在上車之前, 按住這個按鈕 大大大吹口氣下去 就知道自己應不應該開車了 價錢是五百日圓, 三十多元港幣 記住喝酒, 不要開車, 很危險 這裡還有很多特場的螢光棒 只是一百日圓一支 買回去看Eason, Eason… 超高級麻雀牌, 黃金之味 很重 金麻雀 手在抖著很重 一萬九日圓, 一千二百多港幣 還有一個金盒菜, 好像黃金戰士 有一個金色盒再抖著 這副麻雀最多應該打到一圈 因為實在太重了 賣不賣好呢? 但是真的很重, 真是 一定要手持 手持這個罐子 上飛機的時候過關被人檢查 一開是麻雀 很難倒這個感覺, 真是不難 星期日來到秋葉園的街頭 還會隨時看到這些打扮成電子遊戲 格鬥人物的真身表演 有很多中古東西賣, 是甚麼呢? 看看 是這些舊的二手的L.D 很久沒見過L.D了 全部都是一些卡通動畫的L.D 應該是買回去儲存的多了 這些 除了L.D之外, 走前一點 這邊還有… 很多影片賣錄影帶 香港越來越少人看錄影帶 所以又是特價 一盒一百元, 金城武 金城武, 錄影帶 還有林志榮 很年輕的金城武 100日圓買回去做手信 女生的朋友一定是搶到黏了 還有法哥, 都是100日圓 法哥的等待黎明 但是日語對白, 日語字幕 還有荷里活的代表 Am I To, Tom Cruise 讓我找到好東西 Sante女福丁 這個曾經說提過一時的卡通片 的電影版 又讓我找到金城武 第100日圓, 叫做New York Daydream 還有這套荷里活大片 Maitrex 二十二世紀 殺人網絡 還有哈利波特 這個很足夠了 這是第一集 那時候挺小的 現在只賣100日圓 那時候排隊排得黏了 除了錄影帶 這裡還有很多CD 都是二手的 便宜到80日圓一隻 這個更離譜, 52日圓 小室折災的Globe 現在賣52日圓 即是三個多 如果是粉絲買到回去儲存 就真的尋到寶了 找到如多田光100日圓 一隻大碟, 6.8日圓 耗皮 如果你是拍照發燒友 你就不可以錯過這個地牢了 在這個玻璃櫃裡面 有齊各個牌子的 單鏡反光機的機身和鏡頭 如果你不懂得玩單鏡反光機的話 這裡還有很多二手的數碼相機賣 這裡是專賣DISPLAY的影片 所以價錢也便宜一折 這是例子, 被人玩了很多次 是正常運作的 雖然殼舊比較舊 但你看到了, 正常運作的 這邊還有很多二手的DV機價錢 很吸引, 看看 我們買到一萬五千九百九十日圓 一萬五千八百日圓 即是一千頭港幣左右 很便宜… 不過要留意一件事 因為日本用N線 而香港用Pail線 所以如果你拍攝完後 拿回香港 一定要用自己這部機才能播放 其他機是Pail線的就能播放 走吧 這個拍得很接近 還要握手 這個白謝D, 已經拼命了 拍得很接近, 還要握手 就是當你做事, 做得太辛苦 不要兌換電腦, 兌得太久 賣回來, 丟爛它 不剪了, 八閘, 我不錄影了 你在哪一間? 不管了, 停拍 再拍了, 你在哪兒? 夠了嗎?拍夠了嗎? 我叫你不要再拍了, 好了, 我夠了